男子全身薄緊緊 手上拿著一包塑膠袋走進超商 直接進到廁所 只是奇怪 怎麼一出來就變一個人 原來他換了一套衣服 連手上的塑膠袋都變成紙袋 但這樣還不夠 下一秒又去櫃台 買了隱形眼鏡 在超商大玩變裝秀 前後比一比 原本的連身帽T 拖鞋塑膠袋變成鴨舌帽布鞋紙袋 而策劃這一切就是為了掩飾自己的車手身份 試圖混淆我們警方的偵辦 除了變裝以外 還利用轉換不同的交通工具 製造斷點 那這個詐騙集團呢 非常的狡詐 他們在詐騙的過程當中 總共分為兩階段的詐騙方式 警方調查這名變裝男子 在暑假吸引未成年打工詐騙 用常見的詐騙老梗 傳訊息吸引缺錢花用的人 那村哲就可以領到5000元補助 騙到人頭帳戶後 接著在洋裝銀行客服 騙被害人分歧付款設定錯誤 要幫忙解除付款 讓被害人把錢匯到人頭帳戶 短短三個月就有23人受害 金額超過250萬元 這也是一個漫畫迷嘛 那他認為他就是像是這個 他自比為怪盜亞森羅平 然後認為說他用變裝的方式 能夠來混淆我們警方的偵辦 證明23歲的王姓嫌犯 盜案後公稱自己是雅森羅平的粉絲 有樣學樣 變裝詐騙樣樣來 甚至還會製造斷點 分別跑了六個超商零款 但儘管換了裝 容貌騙不了人 仍被監視器拍下 成為鐵證 父親節就要到了 提醒民眾網路購物 如果接到電話 也要小心 再小心 TVBS新聞 陳建民 蔡明璇 蘇佩宇 台北 採訪報導 請支持TVBS國際Plus全新頻道 讓您擴大視野 掌握趨勢 接軌全世界 更請訂閱 開啟小鈴鐺